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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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到了十五岁树发之年,唐福就能依靠自己上山采集和打猎活的,不但能完全养活自己,还是不识阶级,村里不如自己的老幼病残。 此时清晨的薄雾阴云,太阳刚刚冒头,雾气在晨光里逐渐消散,唐福不顾满身临时初秋寒凉的露水,在太白山外围,采集大自然的馈赠,各种野果,草药。 顺便把之前的捕猎小道清理一下,等到到了大雪封山的季节,可提前做好捕猎陷阱,那时候的紫雕皮毛最优质也最值钱,捕获几只紫雕换些银子,就够自己猫洞的生活必需品。 等自己到了武相之年,力气更大伸手更敏捷,就能够跟随村里捕猎队伍,深入太白山,采摘百年,甚至千年老餐,捕获更多的紫雕,野猪,黑虾子等,存银子娶媳妇不在话下。 太白山外围,虽然大自然的馈赠并不算少,但是顺便采集和猎捕的人比较多,所以这几年一年不如一年。 唐福顺住清理狩猎小道一上午,就采摘了一些蓝莓果,枸杞子也山素,山餐一株也没有遇到。 检查前几日设下的套子陷阱,还好没有落空,抓到了一只五彩斑斓的熊山鸡。 这些事忙完将近中午,唐福就去河边准备把山鸡处理干净,晚上好用蘑菇配土豆炖山鸡吃,顺便吃点干粮。 吃完午饭,清理完山鸡,唐福突然看到河里卷上了一个人,暗叫,难怪今天倒霉,真会气。 一边倒霉,一边放下被篓,跑过去查看人是死是活,如果是活的,自然赶紧施救。 常言道救人一命,盛造七级浮屠,如果死了,便去镇上报案,说不定还能挣得几文赏音。 跑进跟前一看,唐福不由得惊叹一生,哪里来的漂亮少女,生得真水灵,惊叹之余,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 这也难怪,唐福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少女,只见河边紧闭双眼,静静仰面,躺住一位妙龄少女,体态修长,模样清秀,裸露的肌肤洁白如雪。 湿漉漉的衣服紧贴在少女身上,尽显她的身躯阿罗多姿。 虽然衣服被河水浸湿破烂,但看料子也是富贵人家才能穿用的锦衣华服,只是不知道为何这少女会坠入河中,生死不明。 唐福胡乱想入飞飞的时候,蹲在少女身旁,伸手到少女口鼻前,看看人还有没有气息。 发现女子呼吸还算正常,并没有死,只是不知道为何昏厥不省人事。 见到少女呼吸正常,唐福赶紧把少女拖上河北岸上,放到前灶的地方,学住大人们救助溺水者的样子。 按压了少女的肚子,按了几下,少女虽然吐出了几口水,挺翘的粉浴边正一张一射,呼吸更加顺畅,就如同睡住了一般。 只是不醒来,唐福就用力晃有少女的胳膊,还鼓起勇气,大胆地用手轻轻拍了拍少女秀美的脸颊,叫少女快点醒醒。 可是叫了半天,少女依旧如同深睡的人不愿意醒来,没有任何反应。 唐福一看,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,就大致检查了一下少女胳膊腿有没有外伤,看到少女后脑勺有一个磕碰的小伤口,虽然已经不流血了,但是已经肿了一个大包,也没想太多,就赶紧背起少女, 把被篓放在身子前面,快步往家赶,到了靠山屯村,已经差不多进入深室。 这个时候下午三点多,村里的人们大多都在外面忙碌,所以唐福背着一个少女进村,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。 只有几个村里的跟屁虫小孩,跟着唐福后面看热闹,嘀咕住唐福上山彩鸡打猎,怎么弄回来一人小姐姐。 到了家唐福看住浑身湿透的少女,就扯去少女的被水浸泡弄破的外衣,放在自己睡觉的床上。 只剩内衣的少女,自然凸显曼妙的身姿,柔美的不可方物。 看得唐福心砰砰直跳,满脸通红,舌躁口前,一时竟说不出半句话来,想起女孩头上有伤,也顾不得仔细欣赏少女的美。 赶紧给少女头上的伤口清洗上药,然后又掐少女人中,又是给少女推背,甩胳膊拉腿,折腾了半天。 昏迷的少女依旧不醒来,回过神来的唐福,这才发现门口站住几个根屁虫,直勾勾看住躺在唐福床上只穿泄衣的美丽少女,赶紧给少女盖上自己的伯备。 转身去竹楼里拿出一些今天尚无采集的野果,分给几个小孩,让他们保密今天看到的事。 小孩点头应道,知道了福哥,这小姐姐是不是你偷回来的媳妇? 看到唐福要发怒,几个拿到野果的小孩一哄而散。 唐福走到院子里,把院子的围门关上,又返回房里,伸手试的是少女的气息,发现无恙,照理说应该醒来才是。 唐福正在独自嘀咕,只见床上的少女悠悠醒来,突然骂的一声,从嘴里又喷出一口水来,刚好喷在唐福的脸上。 接着少女看到一个陌生少年,又感觉自己被脱了衣服,躺在床上,发出一声尖叫的同时,直接给了唐福一个响亮的耳光。 唐福遭了这无望之灾,被涂口水又挨耳光,捂住湿漉漉又火辣辣的脸正要发怒,却见得刚刚打人的女孩抱着脑袋缩成一团,身子滑紧薄被重。 就像支寿精的小兔子,惊恐又陌生地望住自己,缓过身来,双手无脸,哇,的一声哭了起来,唐福压住心头的怒火。 赶紧把今天中午如何发现女孩,又是如何打救女孩的事,天由加粗说了一遍。 总之,意思是说,自己是英雄救美,是老门老户的正人君子,至于脱女孩衣服,是怕女孩着凉感冒了。 少女听完唐福的陈述,伸手摸了摸自己受伤的脑袋,又看了看自己的贴身鹦鹉都还在,尝尝出了一口气,就给唐福道谢。 唐福就询问女子兴盛名水,是哪里人? 想诸问清楚好送女子回家,免得少女家人担心挂念。 想想先前地看到少女身上的春色,这时,唐福不仅被打得左脸火辣,右脸也一下子红了起来。 少女看出唐福脸色变化,墨兰游得有些羞涩,又往被子里钻了钻,只露出一个小脑袋,想要回答唐福的问题。 可是,话到嘴边,什么也想不起,不仅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,连自己叫什么都想不起来。 想了一阵头痛欲裂,小手抱住头,又轻瘦起来。 原来少女头在河里,被石头磕碰到脑袋,出现失忆的情况。 看出少女这般难受的神情,唐福有些心疼地说,姑娘先不要难过了,既来之则安置,咱们先把伤养好。 过几天说不准,慢慢就想起来了,也不迟,到时候我就送姑娘回家就好。 少女感激地冲唐福点点头,说道,小女子感谢安宫的救命收留之恩。 唐福咧嘴一笑,姑娘别客气,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就好了,先安心养好伤。 说主,唐福转身去了外面,又给少女端进了一碗水,让少女先躺住,自己转身去了外面拿起中午处理好的山鸡,到造房开始做山鸡炖蘑菇,心里想住刚好给姑娘补补。 就这样,少女在唐福家暂时住了下来,少女称唐福哥哥,唐福叫少女小腻,转眼就到了冬天,少女的头上的伤早已养好,只是这位貌美如画的少女,怎么也想不起之前的事情。 模糊的记忆里,自己好像为了什么,来到这太白山之中,然后掉入河水中,别的事情就记不得了。 唐福在这些天中,每次上山采集,或者打力到山货去镇上售卖的时候,都会抽空去打听附近有没有失踪的少女,结果是一无所获。 这也是唐福预料之中的事,毕竟,从小妮的说话口音来看,这少女肯定不是这附近的山野之人,多半是周俊里大户人家的小姐,只是不知什么原因流落至此。 随着冬季到来,大雪封山,靠山村的人们都开始猫冬了。 由于家里增添了一个人,这年秋冬季节唐福非常努力上山采集打猎,囤积物资。 用陷阱搞了两头大野猪,几只袍子,还有多只山鸡野兔,把肉封钱或者蜡上,又挖到几株山餐和不少草药等山货,拿到急镇上换一些米面粮油回来。 院子里又劈砍了几朵木柴,吃的烧的都有,足够两人安然过冬。 小妮平常就在家里帮助收拾家务,洗衣做饭,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活脱脱一个小媳妇。 看住小妮那妩媚甜静的笑容,唐福心里满是欢喜,有时候自私地想助小妮不恢复记忆也挺好的。 两个人就像夫妻男更女质,等积攒一些银子,半婚礼入东方,再生几个娃,一家人幸福的生活该多好啊。 唐福正想助美事,突然感觉耳朵一疼,被小妮拧住耳朵轰到了外屋。 唐福嘴里喊住,谋杀亲夫,心里低估着小妮真是一个暴力狂,动不动就收拾自己。 自己不就是说下大雪了,温度降低,外屋有点冷,想进礼物与小妮睡在火炕上取暖吗? 还在三保证自己是真君子,不会有不轨之举,还是被提住耳朵赶了出来。 不过到了晚上,小妮怕福哥被冻住,还是同意堂福一起睡火炕。 结果第二天早上,小妮醒来,又是把堂福揍了一毒。 因为小妮醒来,看到自己不知不觉中竟然睡到了福哥哥的怀里,实在羞死人。 而且,福哥哥的手,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,竟然把咸猪手放在来自己胸前的高耸之处,而且还流住口水,一脸健养。 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,毕竟自己还没有嫁给他。 如果被他轻浮了,太轻贱了自己,第二天阳光明媚,吃过饭,唐福清扫院子里的积雪,小妮在一旁堆雪人。 完了后,唐福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滑雪用的木板,叫上小妮去房屋后的吐坡上玩滑雪。 由于这场雪下的大,太厚了还没有冻石,所以在之前玩滑雪的缓坡上滑不动。 于是,唐福就带住小妮在吐坡的西坡,那边有七十度的坡度,坡度又比较长,滑起来肯定速度快又刺激。 真应了老话说的,乐极生贝,一个不小心,小妮在一次下滑的过程中,由于速度快重心,没控制好,身体不受控制,被甩了出去。 真是倒霉催的,小妮的头撞在了隐藏在雪坡上的石头上,昏迷了过去。 好在小妮头上戴住宝暖的帽子,是被撞了一个小骨包,并没有撞破流血。 这可把唐福下坏了,赶紧抱住小妮回去,回到家托去外袍,放到了温暖的火炕上,手足无措。 小妮头被撞的一瞬间,随着疼痛而来的是之前凶猛记忆的讯息。 在眩晕的前一刻,小妮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来历。 在唐福抱住自己到家的时候,自己其实已经醒来,闻住唐福身上熟悉的味道,没有来的又想抱起抽这火鸡个嘴巴子,赶占本小姐的便宜。 令人恼羞的是,自己以前可是最讨厌男人了,看看哪些世家公子,地主缘外,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,妻妾成群。 更有甚者,哪女人根本不当人,因此,认为男人磨一个是好东西。 所以,就养成了一身霸道偏激的性格,使男人为洪水猛兽,也迁怒于身边的男人,非打击骂,把他们都当怀人人看。 可是现在,身边的少年,不仅看过自己的半裸的玉体,自己还躺在他的怀抱里,与其同床共振,要不是恢复记忆,估计要不多久,就会成为他的女人了。 可是,对他恨又恨不起来,甚至很喜欢他爽朗纯真的笑容,照顾自己的细心样子,这事还是曾经那个对男人嗤之以鼻的夏青城吗? 这会儿,夏青城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堂福,就装作昏迷不醒。 但是,看到这少年焦急心疼的模样,给自己难受又是揉脑袋,也不好意思再装下去,就悠悠醒来。 看了一眼堂福,说,我漠视,就是头有点疼,想睡一会儿,就翻身面向墙壁。 堂福又给小妮盖上了一层被子,往火炕里加速拆火,就给小妮说,今天天气晴好,去山上看看下的套子是否有猎物,天黑前就赶回来。 夏青城答应了一声,堂福就带着大黑狗去台白山去了,心里想住,小妮多半又是想亲人了吧,等明年开春,天气暖和了,就带着小妮去周郡看看,是否能够找到小妮的记忆和家人。 天将要黑了,夏青城做好了晚饭,也把火炕烧得暖暖的,可是还不见堂福回来。 夏青城莫名的心慌,很是担心,就站在院子里,不停向外张望。 好在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,远远地听到了,堂福才雪发出咯吱咯吱的脚步声,大黑狗已经跑回家中,不知觉得像小媳妇般赶紧跑回造访,把饭菜端上桌,等待堂福吃饭。 堂福到家,解释说这长雪太厚,道路不好走,才回来得晚一些。 说主把鸡之子雕,野兔和山鸡挂在房檐下面,等有空地再处理。 还开玩笑问夏青城,小妮子是不是等卫夫等得着急了吧? 夏青城脸色微变,清冷地说道,少拼嘴,吃饭吧,吃过饭。 往常小妮都会缠住堂福,讲些山野趣闻,或者鬼怪故事,可是今天不知怎的。 吃过饭,小妮也不说听故事,却严肃地给堂福说,让堂福在礼屋再大一个床,男女有别,睡在一起不合礼数。 堂福暗道,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小妮脑子帅傻了? 哥也不叫,炕也不让睡了。 想到此处,堂福用心观察了一下小妮的神情,虽然说漂亮依然,但是阴气逼人,有点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。 就说,好的,哥哥听小妮的话,发现小妮还是不开心。 于是又说道,小妮是不是想亲人了? 莫是,等明年开春暖和了,哥哥陪你去找亲人,相信可以很快找到你的家人。 堂福自固自说住,就挨着火炕,用鸡块木板,把床铺简单铺好了。 在这惊动余下的日子里,情好听起,堂福就去捕猎,一如既往的爱护小妮,只是心里隐隐于于有些不安,总感觉小妮和以前有所不同。 因为小妮脾气突然变得温柔贤惠,不再动不动就揍自己了,而且看住自己眼神,有一丝丝不一样的色彩。 转眼到了一年四月,今年的春天好似来得早一些,冰雪消融,万物复苏。 堂福就告诉小妮,带上家里积攒的银两,准备去周郡寻找小妮尘封的记忆。 小妮说,再等等吧,等过了五一再说吧,堂福挠了挠头,也不知小妮怎么想,就点了点头。 在清明节扫墓记组的时候,堂福去给爷爷和父母上坟的时候,听闻最近镇上有人过来找人,从老乡们那里听闻的信息来看,好似寻找的人,很是符合小妮的特征。 堂福就匆忙赶回去,见到小妮说,今天听闻周郡里的下园外在,咱们这边寻人。 根据听闻的消息来看,多半就是你,你赶紧收拾收拾,明天我就带你去认亲。 夏清城听闻堂福的喜讯,只是像看呆子一样,看住堂福,淡淡地说了一声,好,就去忙着做家务。 堂福有些奇怪,貌似小妮又变得勤快了。 时间回到去年初秋的时候,当时夏清城跟随父亲的商队,去太白山下收购山餐等药材山货,夏清城非要去山野之间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。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,漫山遍野的果子,看得周郡里的少女眼睛发指,边踩边玩。 夏人们都知道,这大小姐可是出了名的讨厌男人,一个不高兴打骂家丁是家常便饭,所以伺候夏清城的夏人都是丫鬟,只是这次出来收购山货,跟随的都是男家丁。 所以,在夏清城采摘野果的时候,夏人们都是远远观望,不敢靠近多嘴。 夏清城满得高兴,在靠近一条山间河流采野果的时候,由于湿滑不小心,莫来几乎旧旧,啊,的一声滑落到了河水之中。 虽然河水不算湍急,但是夏清城不会水,所以掉入河里马上就随波逐流被冲走了。 好在夏清城从小喜欢五枪弄棒,学的一身好功夫,碧气吐纳不在话下,所以掉入水中后就运用碧气功,避免自己被水枪倒。 只是在河道一个拐弯处,头被石头碰撞到,就昏死了过去,飘到下游,恰巧被唐妇救走。 这边下老爷听闻消息,虽然第一时间派人四处寻找,可是在这广袤的荒野之中,寻找丢失的人如同大海捞针。 在方圆几十里,寻找到大雪封山,却不曾想,少女早已经飘到百里开外的下游,被人所救,只能暂时放弃找寻。 直到第二年开春以后,听闻在夏清城出世的下游靠山屯附近,有穿街走向的货廊,见过好似夏清城的少女。 这就一路寻来,散步寻人消息,唐妇才听向林门议论此事。 这边唐妇正在收拾东西,准备明早搭乘村里去赶机的牛车进城。 不曾想一会,村里的一群小孩,带住一群人,为首的是一个园外装扮的人,看似有些面熟,找寻到了家中。 当夏园外看到院子里穿着粗不麻衣的夏清城,飞快跑上去,嘴里喊着,闺女,闺女,都是爹不好,让你受苦了,感情小妮父亲找到家里了。 夏园外说出感谢唐妇的话,唐妇只是冷冷地看住,因为唐妇认识夏园外。 话说当年夏园外还没有发家的时候,只是一位贩卖山货的商贩,遇到强盗抢劫,逃难中奄奄一息的时候,被唐妇的爷爷和父亲所救,就和唐妇妇亲节拜成异性兄弟,有了来往。 后来各自成婚,唐妇妈生了唐妇,夏园外加添了一个女儿,就定下了娃娃亲,写下了定亲文书。 结果后来,唐妇爹妈去世,两家就断了来往。 而夏园外随住收购山货的生意越做越大,成为了一方富豪大园外。 可是也不知道为时磨,夏园外娶了三妻死妾,值得夏卿成一个闺女,所以夏卿成就是夏园外唯一的宝,宠爱至极。 因此,从小夏倾城都被养成了霸道的性格。 在唐妇爷爷去世后,唐妇听从爷爷的话,十二岁就拿住定亲文书,尝试去周郡夏园外加投奔提亲,结果连夏小姐的芳容都没得一见,就被以门不当户不对的理由无情地拒绝了。 夏园外本想诸用五百两文银收回定亲文书,结果被唐妇拒绝了,就当没有这回事,唐妇就回了靠山屯,以采集打猎为生。 只是没有想到,兜兜转转自己救了自己的定亲对象,被夏园外找到。 夏园外看到唐妇尴尬一笑,立马吩咐下人,给唐妇签两黄金表示感谢,算是报答唐妇救助小女之恩。 还告诉唐妇如果有别的什么需要,尽管给夏叔叔开口。 唐妇只是冷淡一笑,救助恋爱只是举手之劳,还请夏园外把黄金拿回去,这里什么都有。 不需要,夏园外千可两生,留下黄金,就招呼夏人,准备带夏清城走。 夏清城远远地看住唐妇和自己的父亲,似乎看出了什么猫腻。 听闻自己父亲自称唐妇的夏叔叔叔,心里豁然开朗,明白就自己的唐妇,就是之前听闻母亲念到自己小时候的娃娃亲。 只是当初自己嗤之以鼻,认为世间男子莫好人,根本没当回事。 莫承想命运使然,兜兜转转,自己还是逃不出她的手掌心,落水被她相救。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,双方早已经暗生情愫,更是发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了。 于是夏清城来到唐妇身边,贴住唐妇的脸颊,奄奄一笑。 小生说道,其实我花血受伤时已恢复的记忆,你看过我都身子,又摸过不该摸的地方,还偷偷亲过我,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所以,你今生只能娶我,我永远都是你的小妮,在周骏等你来提亲。 说完,也不管别人眼神,转身对父亲说,黄金留下吧,结婚用。 下园外无奈地摇了摇头,听从宝贝闺女的话,挥手指挥下人,按照大小姐的意思来,一队人匆匆离去。 那群跟屁虫,看到小姐姐被接走了,怯声声对唐妇说, 夫哥,对不起,不曾想这群坏人把你媳妇弄走了,知道就不带他们来了。 唐妇苦笑着摇头说,不碍事,看住下清澈消失的倩影,唐妇回魏临走时,她所说过的话,回到房屋,躺在把小妮躺过的床上,把小妮用过的东西,小心地收了起来。 第二天早上,唐妇早早起床,吃过早饭,拿起包裹,带住定亲文书,迎着朝阳,往周军赶去。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,民间故事,男子施舍饭菜给乞丐。 岂该说,你母亲今晚做的饭不能吃,明朝期间,广平府清河县张家村刘福生年少生活,并不像名字寓意那样美好。 不到两岁,刘福就因故去世,家里失去了顶梁柱,生活一点也不幸福。 而刘姓在张家村又是独门独户。 据村里老人讲,刘家是刘福生的爷爷,在洪武年间,人口迁移过城中,流浪之词,安家落户。 在刘福因故去世后,家里就剩下着孤儿寡母。 作为单门独户,莫有族人照顾,孤儿寡母度日如年,相当困苦。 常言道,老天爷恶不死瞎家巧,张家村的张园外,家大业大,娶了三妻四妾,年过四十,依旧没得一儿半女,甚是着急。 也不知道听谁说,许一个带娃的女子,可以为其招来后人。 于是,刘福生的母亲就改嫁给张园外做小妾。 带娃做妾,通常在家里很没有地位,也就和丫鬟下人差不多。 好在刘母才年方十八,幼生的秀美,所以改嫁给年过四十的张园外,加上又求子新妾,一时很讨的张园外欢心。 而刘福生随着母亲改嫁张园外,也就改姓张,叫做张福生。 随住其母受宠,张福生也算过上了好日子。 只是,母亲改嫁使福生年幼无知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她并不知道自己并非张园外亲生。 在张福生六岁的时候,张园外老来得子。 张福生的母亲真为张园外增添一子。 这下母平子贵,张福生的母亲就慢慢成为了张家的女主人。 张福生也跟着沾光,以张家大少爷自居。 随着张福生逐渐长大,发现自从有了弟弟张有才之后,自己的家庭地位一落千丈。 虽然自己顶住张家大少爷的名头,但是,家里人都以弟弟张有才马首饰瞻。 特别是张园外,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自己和颜悦色了,常常板住脸对自己特别的冷淡。 在张福生十二岁的时候,由于和弟弟张有才讲嘴吃,随手打了弟弟张有才屁股一巴掌,被张园外看见后,挨了一个大嘴巴子,还骂自己是野种。 更令人难过的是,母亲不管不问,只是抱起弟弟,心疼呵护,还一个劲儿说自己不是,来讨好张园外。 这下激怒了正处于叛逆期的张福生,就从张家的大寨院里跑了出去。 跑出去的时候,韩尹约听闻张福里传骂声。 跑出张家以后,令张福生有点难过时,母亲并没有派人追自己。 张福生一个人在村子周边溜达,一直到了夕阳西下,天色渐黑,肚子饿得咕咕叫。 最后只能悄悄地溜回去,进门时,看到府里的下人,好像并没有看到自己。 到了母亲住的院落,进去后想和母亲撒娇,可是不曾想,母亲却要自己给弟弟道歉。 这一下子,激怒张福生,趁着母亲不注意,上去就给了弟弟张友才几个大嘴巴子,嘴上还骂道,都怪你,都怪你。 张园外听闻福生回来,就过来准备好好教训他一顿。 刚到这边,就听闻小少爷歇斯底里的哭喊声,又听到张福生的叫骂声,赶忙怒气冲冲地跑进来。 看到张福生正在打张友才,马上让两个随从把张福生架起来,一顿胖揍。 解完气后,又抱起小少爷张友才说,他打你哪里? 你就打他那里,要双倍还回去,看到张友才怯怯的样子,迟迟不对张福生还手。 张园外气不打一处来,不仅辱骂福生母亲,说他娇子无方。 还大声道,家法伺候这个野种,张福生的母亲,只是看住默默流泪,却不敢劝阻。 这次张福生不仅被张园外狠狠地揍了一顿,还被直接剥夺张性,改回刘兴。 从此以后,在张福的地位一落千丈,当城下人对待,被安排的后院下人住的地方,干下人的活,同吃同住。 这下子,刘福生在张福的生活待遇,一下子从云端跌入地狱,也明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 加上自己当大少爷时造孽,得罪过不少下人,成了张福最不待见的人,常常被下人欺辱,还被张园外及其妻妾拿来撒气,骂也种。 还是常被张有才当马旗,想打就打,想骂就骂。 而作为刘福生的母亲,为了自己在张福中的地位,为了锦衣玉食,竟然看住刘福生就这样被张福的人撒气羞辱,不管不问,无动于衷。 这让刘福生的心灵,遭受了沉重的打击,不仅只是身体上承受折磨,精神上也遭受重创,怀疑人生,一刻也不想在张园外家呆了。 于是,刘福生又偷偷地溜了出去,可是对于一位十三岁的孩子,且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来说,偷跑出来,无依无靠,茫然失措,也无处暗身。 最后在饥饿交迫,恐惧的情况下,又灰溜溜地溜回去。 多曾想,张福的门再也进不去了,看门的人说这是张园外的意思,给出的理由是,怕刘福生发疯伤了小少爷,这下刘福生真正成了流浪儿,在外流浪了几天,被人冷嘲热讽,甚是难过。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最后跟随自己还是张大少爷,时时舍过的一位跛脚小乞丐,一起去了青河县以流浪乞讨卫生。 到了青河县,跛脚小乞丐说带着刘福生开开婚,于是,两人就去一个酒楼后院外墙,一个窗户口蹲守,等酒楼时舍点残羹胜饭。 一直等到午饭过后,见一位老者,大家都叫他刘管事,端过来一些食客,吃剩下的混合饭菜,从酒楼后院的窗户口递出来,倒在乞丐们端住的破碗烂罐里。 看住众多乞丐,哄抢着残羹圣饭,很难抢到,刘福生心里一动,拉过没有抢到施舍的跛脚小乞丐,到一边默认的地方说, 咱们去酒楼当个打杂的,扫地,擦桌子,刷碗,能否混口饭吃。 跛脚小乞丐说,你可以去试试,我们不行。 刘福生听闻,顺住小乞丐的眼神,看到他跛脚,再看看这些乞丐,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,好似明白了什么。 思量过后,刘福生就决定去酒楼碰碰运气,看能不能谋得一份杂役的差事,这样不仅自己能吃饱不饿,还能时不时接济一下跛脚的小乞丐。 于是,看到囚师的乞丐们都散开后,刘福生就带住跛脚小乞丐,去了酒楼后院墙的窗户,大声喊刘管事。 刘管事听到有人呼喊,轻声呵斥一声,又端出一些剩饭菜过来,准备打发了他们。 刘福生抓紧机会说道,刘管事,我叫刘福生,今年13岁,想在酒楼里谋得一个事做,无论刷完洗菜,或者是扫地,擦桌子,都能干。 但求一个温饱,刘管事看刘福生挺可怜又机灵,就让刘福生从酒楼正门外等自己,看看再说。 就这样,刘福生在酒楼里谋得了一份杂役的工作,虽然每天起早摊黑擦桌子,扫地,刷碗,茶地水,端菜上酒等,但是有吃有猪,也算暂时有了容身之所。 总比在外面流浪当乞乱要好多了,想到能帮助搏脚小乞乱,刘福生心里还有一点成就感。 转眼五年过去,刘福生从酒楼的刷碗,扫地,擦桌子,开始做起,到酒楼的帮厨,再到酒楼的普通厨师。 主厨,掌握了炸,煲,烧,炒,溜,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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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知苦耐劳又机灵, 勤奋好学, 人性人品又好, 踏实靠得住, 就撮合他娶了自己的孙女为妻, 长就了好事。 在这些年, 跛脚小乞丐也在刘福生的照顾下逐渐长大。 刘福生在酒楼里有了一定的地位, 就想住在酒楼里给他谋一个差事, 别再流浪有口热腾腾的饭吃, 不曾想的懒散惯了, 受不得约束, 干了没几天, 就撂挑子不干了。 刘福生也只能摇头叹息, 不再劝说。 后来, 青河县这家酒楼老板家里出了重大变故, 急需银两, 有无力操心酒楼的经营。 刘福生在刘管事的鼓励下, 花进家底, 又东拼西凑, 借了不少银两, 接手了酒楼, 成为了酒楼的老板兼主厨。 在刘福生不断的努力下, 酒楼生意更加兴隆, 财源滚滚。 谁也想不到, 刚到了儿立之年的刘福生, 不仅拥有大酒楼, 还只办了不少地产家财, 成为了富家一方年轻有味的原外爷。 这天傍晚, 刘福生正在统计安排明天的采购事宜, 听闻跑堂急忙跑过来, 诧异的小声禀告, 酒楼门外有位妇人, 说是你母亲, 还带着一位青年, 说是你弟弟。 刘福生听闻跑堂的询问是禀告, 心头一震, 想起那位这么多年, 对自己不管不问的母亲, 可她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 怎么说也养育了自己十多年。 再者说, 自己的今天, 也得益于她对自己的冷酷无情, 阴差阳错地激发出自己的潜能, 也算是一种残酷的磨炼吧。 想了想, 刘福生就去了前门, 当看到母亲的模样, 刘福生吓了一跳, 只见她捧头垢面, 狼狈不堪, 不仔细看, 根本认不出是自己的母亲, 简直就是一副流浪乞讨者的模样。 定睛一看, 母亲身后之人, 面相轮廓, 就是自己那位同母异父的便宜弟弟张有才, 站住都没有个正性, 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。 听到母亲开口叫福生, 看住母亲的凄惨模样, 刘福生止不住泪流满面。 料想是那张员外家出现重大变故, 赶忙安排丫鬟和酒楼的伙计, 帮助母亲和弟弟安排沐浴更衣, 一家团聚。 原来当年张员外, 怕自己百年以后, 刘福生这个养子分的家财, 就用虐待的方式, 逼迫住刘福生自己离家出走。 母亲虽不忍, 也无权干涉, 只能眼睁睁看住福生离家出走, 毫无办法。 就在刘福生走后第二年, 张员外宾室, 弟弟张友才作为张家继承人, 母亲的家庭地位才彻底稳固, 于是安排人打听福生的下落, 打听到福生在酒楼做帮助, 生活有了着落, 悬横回张家的利弊, 也就没去打扰刘福生。 随着张员外宾室, 张友才继承家主, 逐渐掌管张家, 张家开始逐渐败落。 首先是张员外的小妾们, 随着张员外病逝, 无儿无女的年轻寡妇, 卷起多年积攒的戏轮, 说是回娘家, 都是一躯不复返, 改嫁了, 家财被瓜分殆尽。 比这更大的问题是, 张家出了一个不孝子张友才, 随着张友才在溺爱中长大, 从少年时就养成了坏习惯。 也不知道何时期, 整天游手好闲的张公子, 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。 随着张友才的长大, 卖田卖地卖宅子, 短短十几年, 把家里败坏一空, 成为了张家村最大的一个笑话。 时至今日, 张家家业地缠凿, 已经被张友才败空卖进, 吃了上顿莫下顿, 这没办法, 才沿路乞讨过来投奔福生。 福生听完母亲的叙述, 想想小时候在张元外家的几衣浴室, 感叹, 三十年河西, 三十年河东。 心里想住再怎么说, 这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 当年也是没办法, 才改嫁他人作妾, 要不然自己也须早, 已经饿死了吧。 于是就安排母亲, 在酒楼后院的两层阁楼住下, 平时帮助自己照看孩子, 一养天年就好了。 然后把弟弟张友才叫训了一顿, 说理通改邪归正, 浪子挥头金不换的大道理。 张友才听得不住点头, 连连称是, 就在酒楼里先从扫地, 擦桌子帮忙。 可是不曾想, 到了第二天, 张友才先不说的扫得不好, 桌椅板凳也擦得油吃麻花一团糟, 还去给母亲抱怨, 这不是人钱的事, 直呼被累得腰酸被疼腿抽筋。 说到哥哥刘福生, 心里充满了怨度, 丝毫没有无感恩之意。 刘福生听闻弟弟不满意自己的安排, 就问张友才, 那你想干什么? 张友才说, 我念过书, 识得字又会算数, 在店里收银子, 可以胜任。 刘福生暗道, 你吃喝嫖赌, 样样俱全。 如果让你收银两, 估计酒楼用不了多久, 就得关张。 于是说道, 收银由你嫂子作证, 你还是先从小处入手, 回头再跟大厨打打下手。 学厨师, 最起码一计傍身, 也好讨得一个媳妇不是? 再不务正业, 别怪我不顾情面。 哄你出去, 张友才虽然点头称诗, 但是转眼就去给母亲诉苦, 刘福生不把我当人看, 报复我当作下人使唤, 这活干不了, 母亲就找福生, 让福生多多包涵弟弟张友才, 怎么说, 也是一母同胞。 令刘福生哭笑不得, 心想难怪张家败落如此之快, 母亲没有煮心鼓不说, 听风都是雨, 还不明事理, 加上一个败家儿子, 张元外家不败才是怪事, 思来想去, 怕张友才在酒楼里惹事端, 就决定不再让他在酒楼里做活, 安排他伺候母亲, 饭后把残羹剩饭从后院分给等待的乞丐们吃, 做些善事。 而张友才并不明白刘福生的好意, 反而更加不满, 认为刘福生就是在侮辱自己, 心生不满, 充满怨毒之气。 还迁怒于弱小人群, 把气洒到乞丐身上, 时常把剩饭剩菜直接隔住窗台倒在地上不说, 还嘲笑辱骂他们, 拨脚小乞丐气不过就照刘福生诉苦。 刘福生听闻, 就找到张友才毫不客气又狠狠教训了一通, 警告他再不好好做人做事, 就卷铺盖了滚蛋。 不曾想晚上就不见了张友才的身影, 而妻子发现今天收的银两全部不现了, 对着福生撒气。 这下可把刘福生气坏了, 只骂万一扶不上墙, 母亲看到刘福生脸色难看, 想张嘴问晚上怎么没见友才晚吃饭, 也没说出口。 第二天早上, 酒楼开门, 伙计发现张友才在门外等候, 这货就跑进后处, 拿起卤肉大口啃食一饭, 才偷偷溜到母亲房里补爵去了。 听闻此事的刘福生, 这次准备好好给张友才一个教训, 就把他轰出体验三天流浪生活, 再说回来的事。 母亲也跟着点头赞同, 因为张友才确实太不像话了。 在酒楼里混吃混喝不说, 还偷拿歌嫂辛苦的血汗钱, 通宵赌博就太过分了。 在外流浪三天后的张友才灰溜溜的回来了, 虽然看起来老实很多, 但是满眼都是对刘福生的怨恨, 并没有悔过之心。 只是爱与母亲的颜面, 刘福生不好和张友才一般见识, 就没有计较, 全当家里养一个闲人。 这天午后, 刘福生暗点到了后院行山, 把十颗门吃剩的饭菜, 分给院外等候的老弱病残乞丐们。 最后被跛脚小乞丐叫住, 小声叮嘱她说, 你母亲今晚做的饭不能吃。 刘福生听完, 很是惊诚, 因为母亲自从来了以后, 主要是帮照看孩子。 吃饭有人做, 根本不用下厨做饭, 为师母会被告知, 今晚母亲做的饭不能吃呢。 不曾想, 到了晚上, 到这里从没做饭的母亲却, 喊信地做了晚饭, 做的是她们最爱吃的炖猪饺, 家常豆腐, 家常豆角和凉拌藕片, 主食是熬粥配馒头。 这让刘福生想起了跛脚小乞丐, 中午告诉自己的话, 不得不重视起来。 于是悄悄告诉妻子, 晚饭先不要吃, 自己乘完饭菜, 找理由去了外面, 把饭菜喂食给了鸡, 却发现吃过饭菜的鸡倒地死亡。 这可把刘福生吓了一跳, 赶紧把妻子叫出来, 去屋里问母亲说, 为何往饭菜里下毒? 是何居心? 母亲听完一愣, 然后明白过来, 冲住张友才哭骂, 你个挨欠傻的, 说想吃母亲做的饭了, 为何往饭菜里下毒? 张友才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 死活不承认自己下毒。 刘福生一看, 也没有办法, 自己对张友才这个便宜弟弟, 也算人知异己了, 不可原谅的是给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下毒, 简直丧尽天良, 天理难容。 于是安排酒楼里, 伙计看住张友才, 拿上饭菜, 起身去了衙门报案。 经过衙门验证, 熬得粥里果然有毒。 于是, 当天晚上就把张友才押送到衙门, 第二天一早开堂受审。 可张友才就是挨了板子, 也死不认账。 因为他明白, 一旦招认了谋害家人的罪状, 可是不可饶恕的死罪, 不可活, 一般都是秋后问斩。 在案件审理, 进入胶着之际, 在衙门外听神的伯教小乞丐, 站了出来做人证。 原来上次张友才偷酒楼银子出去赌博, 被刘福生发现后, 狠狠教训一通, 又被赶出家门三天, 令张友才在极度新的驱使下, 起了杀心, 想着把刘福生一家堵死。 留下母亲和自己继承酒楼, 就可以翻身做主, 做酒楼里的大掌柜, 风光无限。 于是, 在张友才被轰出家门流浪在外的时候, 曾向人打听毒药的购买事宜, 偷偷在杨掌柜药铺购买了皮霜。 这刚好被一群乞丐听到看到, 这是传到了颇角小乞丐这里, 就感觉福生老爷的弟弟购买毒药, 肯定是不安好心。 又在这天上午, 在酒楼侯院外等住分发生饭之前, 听文章有才给福生母亲说, 晚上想吃她做的饭菜。 结合她买毒药的不良动机, 于是赶紧在刘福生行善后, 叮嘱刘福生不要吃她母亲做的晚饭。 当传讯到药房养掌柜, 只认张友才前天购买皮霜的时候, 张友才在人证物证面前无法抵赖狡辩, 只能认罪。 原来张友才不仅嫉妒哥哥刘福生风光无限, 又见才起义, 想毒死刘福生一架, 毒霸酒楼。 这狼子野心昭告天下, 天理难容, 真相大白。 张友才果然被判秋后问斩, 刘福生母亲被判教子无方。 慈母伴, 有刘福生好生看管, 以警校友。 事后, 刘福生把悲伤欲绝的母亲接回去赡养, 把坡脚小乞丐请到酒楼做闲差伙计。 不曾想人家自由自在惯了, 不喜欢被人约束, 拒绝了刘福生的好意, 也就作罢, 每天供应他充足饭菜。 故事到此结束,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。 您在下方留言,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。 谢谢您已经看, 下期您视频见, 再见。